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不说 天后基因这东西 真的是太强大了 现场的气氛也是一度达到了高潮 闪光灯不停 大家都围着斗镜彤 想要捕捉下他每一个美丽的瞬间 社交媒体上更是炸开了锅 年轻人们都在为他的新形象点赞 有人说这就是非礼非气 哈哈 真的是寂形象又贴切 其实 作为新二代 斗镜彤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他没有选择依赖妈妈的光环 而是勇敢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这种精神 真的让人佩服 这次电视节上 他不仅是来亮相的 更是带着自己的新作品他的生存之道来的 听说他在剧里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 真的是让人期待不已 总的来说 斗镜彤这次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惊喜 他的成长和变化 让人看到了他的努力和才华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一定会继续发光发热 成为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新星 另外啊 你们知道吗 在俄剧派对上 斗镜彤也是大放异彩 那场面 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 他身着华服 仿佛从画中走出的美人 让人一眼就沉醉其中 媒体和观众们都纷纷为他打call 好评如潮啊 不仅如此 他的艺术追求和对角色的理解也让人刮目相看 看来 这位天后之女不仅仅是靠颜值吃饭 更是有着真材实学和敬业精神 这样的斗镜彤 怎能不让人爱呢 现在啊 大家都在期待着他的新剧播出 想看看他在演艺事业上能有什么新的突破 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毕竟 他可是斗镜彤啊 那对永远都在努力 永远都在进步的斗镜彤 说到斗镜彤的这次华丽转身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他背后的努力和汗水 作为王菲的女儿 他自然背负着巨大的期望和压力 但他没有被这些压垮 反而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他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突破自我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和实力 看着斗镜彤在电视节上的表现 我们不禁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 我不仅是王菲的女儿 更是一个有着自己梦想和追求的独立个体 这种独立 自信的精神 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最后啊 我想说斗镜彤的未来可期 相信他会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未来的精彩表现吧 哦对了 差点忘了说 斗镜彤这次在电视节上 还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他表示 虽然作为新二代 有着诸多压力和挑战 但他始终坚信只要努力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啊 真的是让人感动不已 也给了我们普通人很大的鼓舞呢 看来啊 天后之女不仅颜值高 才花出众还有着满满的正能量呢 1997年 斗镜彤在万众瞩目中降生 王菲和斗维的女儿 这个被宠爱着的女孩拥有了不平凡的人生 然而 命运喜欢开玩笑 1999年的8月 年仅二岁的斗镜彤经历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变故 父母离婚 王菲带着女儿离开 这段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就此戛然而止 年幼的斗镜彤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只是懵懂地跟着妈妈开始了新的生活 不久之后 王菲和李亚朋友再次走到了一起 组建了新的家庭 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斗镜彤有了一个同母一父的妹妹 李亚鹏虽然是继父 但他却把斗镜彤视为几初 凡事都亲力轻微 试图通过真切的关怀 弥补他在父爱方面的缺失 与此同时 父亲斗维建立了新的家庭 还给斗镜彤淀了一个同父一母的妹妹 年幼的她 被迫置身于一个多元复杂的家庭关系网中 被迫过早地学会在这个网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作为一明星二代 斗镜彤的成长环境和经历 注定要在公众的强烈关注下进行 她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媒体和公众的热烈讨论 这种天然的光环给她带来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斗镜彤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她可能会对父母的离异感到困惑和失落 也可能会因为突然多处的家庭成员而感到不适应 然而 作为一个孩子 斗镜彤仍然在爱与困惑中努力适应复杂的家庭结构 摸索着前行 继续成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斗镜彤的行为开始变得与众不同 她的穿着风格另类 身上多了纹身 头发也染成了鲜艳的颜色 在很多人眼中 这是一个叛逆少女的标准形象 但其实 谁又曾想过 这些外在的叛逆 可能只是她内心挣扎的外化表现 斗镜彤的学业成了生活中遇到了一大难题 因为她频繁地更换学校 导致对学习产生了厌倦情绪 可能的原因是无论她走到哪里 都摆脱不了新二代的标签 总是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让本就敏感的她感到无所适从 在这样的环境下 斗镜彤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 学业之路并不顺畅 在这个阶段 斗镜彤的内心一定充满矛盾和困惑 她渴望被理解 渴望拥有自己的空间 但却不知如何表达 她的所谓叛逆 或许只是一个敏感少女对复杂世界的自我保护 她用另类的外表 筑起一道墙 试图将那些令她不安的目光和议论挡在外面 在许多人心目中 好孩子就应该认真学习 否则就是有问题的人 然而 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 设身处地地站在斗镜彤的角度去思考 或许会发现我们对她有误解 作为一个在复杂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 她的内心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和敏感 斗镜彤的行为是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叛逆 可能要是情况而定 可能这只是她面对巨大压力时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她可能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父母的关注 或者试图在众人的目光中找到真正的自己 在此阶段 斗镜彤犹如一只迷途的蝴蝶般 挣扎于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社会期待中 试图寻找自我 她的每一次叛逆都有可能是一次无声的呐喊 期盼着理解和关爱 在纷纷复杂的成长环境中 音乐成为斗镜彤的救赎 这份对音乐的热爱 最初是由斗镜彤的姑姑拨下的种子 斗镜彤小的时候 经常在姑姑的车里听CD 这让音乐悄悄地成为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许是继承了父母的音乐天赋 又或许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 斗镜彤选择了走上音乐之路 她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开始创作和表演 在舞台上 她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并通过音乐释放了困扰她的烦恼和不安 才华横溢的斗镜彤吸引了无数目光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曾被贴上问题少女标签的女孩 在音乐领域展示出的天赋令人惊叹 她用实力证明 自己不只是新二代 更是一个极具才华的音乐人 音乐成为了斗镜彤表达自我 连接世界的桥梁 借助于音乐 她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情感和难以言说的思绪 此刻转化为动人心魄的旋律 值得一提的是 斗镜彤的音乐天赋并非偶然 她的父母王妃和斗维 都是中国流行音乐界的标志性人物 例如那首童 斗维编曲 王妃填词 可见音乐早已深深渗透在斗镜彤的基因里 斗镜彤在音乐的世界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她已不再是任何人的女儿 而是一个独立的音乐创作者 通过音乐 她可以毫无阻碍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释放内心的情感 面对众人的议论纷纷 斗镜彤选择不沉默 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拍了一张类似的照片 这是以一种无声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支持与理解 这一表现显然不只是为了堵住他们的悠悠之口 她更是想像是人传达一个信息 无论父亲如何 他们父女俩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斗镜彤的行为展现了她内心的成熟和坚强 她明白 无论父亲现在是什么样子 那个给了她生命的人 永远值得她的尊重和关爱 即使父亲生活落魄 即使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那粪血浓于水的亲情 始终是斗镜彤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妈妈过得很好 但落魄的父亲却是我每天的牵挂 这句话表达了斗镜彤内心最深处的感受 她在努力调整自己对父母的情感 试图用自己的方式 弥补家庭破裂给每个人带来的伤痛 在斗镜彤的心中 她父亲斗威依然是未采花横溢的音乐人 是赋予她生命和音乐天赋的人 她用自己的独特方式 默默地守护着这份妇女之情 用行动诠释了真正的孝顺 时光如梭 叛逆少女已然成年 2024年 年华正成的斗镜彤在天津音乐节上惊艳亮相 令人赞叹地蜕变一览无语 同时 粉丝们也表现得很理性 他们明白不应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斗镜彤身上 斗镜彤的成长历程 是一段关于成长 挣扎与蜕变的真实经历 她星光璀璨的降生 经历了叛逆的少女时期 如今以成长为优雅自信的女性 她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真正的成长 而那句妈妈过得很好 但落魄的父亲 却是我每天的牵挂 则倒出了她内心深处的牵绊和温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